哎 哎 我拒劝 我拒劝 李老掌柜忙不迭地倒 随后 真娘一行人便进了屋 远远地就听前厅李哭声一片 就在这时 李正言才带着李正珊回家了 真娘的大哥李正良也跟着一起来了 那李正珊一进门就扑到厅上的棺材前 爷爷 爷爷 我已经改了 我不朽倒 不恋他 我现在跟正堂哥创下了一点积业了 孙儿还准备在你六十五岁首尘时 给你捣一件好玩的玩意儿呢 你这么就走了 孙儿不孝啊 从正深堂哥的话音里 真娘感受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再的遗憾 你这臭小子 你这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呀 今世 趴在李正珊身边 边哭嚎着 边用劲地锤打着她 今世 便是真娘的九叔婆 一边李正良的母亲黄氏也抹着肋 正言也在一边红着眼眶 唯有李正东坐在轮椅上 一脸仍是冰冷的 不过 真娘站的地方正好看到她握着轮子的右手 上面 清金直报 整个指节因用力抠着轮子 手指关节全都发白了 这一刻 真娘明白 锦东堂叔的悲伤比任何人都重 而且还压抑着 让人看着更难受 真娘这时的心 也是酸楚的 只觉得生命真是无常呢 一边赵氏和吴氏连忙劝着众人 可这种时候 不劝还好 一劝则哭得更凶 真娘看着自家爷爷 那悲伤不能自意的样子 担心着她的身体 怕爷爷扛不住 毕竟爷爷岁数这么大了 身体还一直不好 这太过悲伤 万一 真娘不敢继续想 只得跟吴氏一起劝慰着 好一会儿的 李老掌柜才缓过劲来 可这时 真娘突然想起了七祖母 她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祖谱上记载的七祖母病发 也许不是因为松温 而是因为 九叔公的事迹 想到这时 真娘连忙问一边的皇室 锦东沈娘 七祖母那边可通知了 瞧我 到忙糊涂了 这还没呢 我这就派人去通知 皇室拍了拍额头 棺材是夜里才运到的 此时的天不过才刚蒙蒙亮 若不是要急着找大儿子 正身的话 便是八房这边 也没这么快通知到 沈娘 七祖母岁数大了 这通知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点 不要太突然 我怕她一时受不了刺激 万一 接下来 多余的话 真娘自不必说了 想来 锦东沈娘会明白 可不嘛 都是七十多的人了 我让正言去通知你 锦权伯娘 你七祖母那里 先瞒着一点 皇室点头道 说着便换了正言 去通知第一宗孙氏 又叮嘱真娘 要好好照顾李老掌柜 这才自顾自忙活去了 真娘略略地松了口气 她其实知道 这种事最终 肯定不能瞒着七祖母 只希望中间能有个缓冲 不至于太突然罢了 打击太大 随后 赵氏和李大郎留下来帮忙 真娘同无事扶着李老掌柜的 回家了 毕竟老掌柜年纪更大 身子骨又实在不好 也怕她出事 而真娘回到家后 想着七祖母那边 还是有些不安心 便又去了墨房那边 二神娘 七祖母还好吧 真娘问道 还成 你九叔公的事情 没敢让你七祖母知道 不过 你七祖母似乎有一点预感 这一大早的 就在问你九叔公道没道 大皇室叹着气道 狄宗的二婶娘 同九房李锦东的媳妇 都是出自皇家 以后啊 这狄宗这边的 就称呼大皇室 九房那边的 就称呼小皇室 二婶娘 这事儿瞒不过七祖母的 七祖母终会知道的 我看 不如请个大夫来家里吧 万一有事儿 也好及时救治啊 真娘小心地提议 这是她能想到的预防措施 这叫有备无患 多做准备 总是不吃亏的 也好 我这就让人去请 大皇室叹 世间之事 往往越是怕什么 它就越来什么 中午真娘正在洗衣服 赵氏和渡氏 从外面急匆匆地回来了 娘 你回来了 真娘起身打着招呼 一早上的娘亲和大嫂 就去九叔婆家帮忙了 不回来干嘛 留在你九叔婆那里受气呀 赵氏沉着一张脸 气哼哼地道 他们八房是巴巴地 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 说完 赵氏一转身就进了屋 还将房门重重地关上 发出砰的一声 嫂子 娘这是怎么了 真娘问 还不是九叔婆 杜氏也有些美好气地摇摇头 我们好心去帮忙 可九叔婆硬是没一点好脸色 这就算了 反正两家关系这样 咱们去帮忙也不过是尽一点咱们八房的心意 可九叔婆又胡搅蛮缠 说我们去帮忙是假好心 猫哭耗子假慈悲 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她哪里能受得了这个 可如今这种情况 咱们也不能跟九叔婆吵架呀 只好先告辞回来 要不然还不叫别人看笑话呀 真娘点点头 因着景东书残疾的事情 九叔婆心里一直恨着自家爷爷和老爹 连带着对整个八房都恨 为这事情 自家娘亲跟九叔婆吵过好几回 两人关系很僵 以九叔婆性子偏激的性格 还真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算了 以后娘就避开些吧 杜氏这时顿了一下 又压低着声音道 真娘 好像狄宗那边 七祖母也出事了 婆婆叫我不要大声嚷嚷 说怕你爷爷知道了受不住 所以这事 你可别跟你爷爷说 真娘一听这话 心里猛地一抽 蹬得站了起来 忙不迭地问 出事 出啥事了 有危险吗 真娘在心里哀嚎 这不是越担心什么 她就越来什么吗 左个儿 她还提醒二婶娘来着 怎么今儿个儿就出事了 还不是九叔公这事情上 七祖母知道了 好在当时有大夫在 就治得及时 但就这样 还一直未醒呢 杜氏叹气得倒 真娘有些烦躁地 抓了抓脑袋 心里焦虑得很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 真娘 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七祖母 这种事情 咱们家不能不闻不问呢 娘听了这事 什么话都没说 这事又不能让爷爷知道 我这心里没底呢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杜氏又道 如今李大郎 是九叔婆家 和作坊两边跑 这些事情 他这做长孙席的 得多想想啊 只是 他是个没什么主见的 这时候 着实为难 听到杜氏的话 真娘的心反而静了 摇了摇头 这时候 嫡宗的伯娘沈娘 自要忙着 照顾七祖母 哪有时间来照顾我们 看病的是 咱们也帮不上忙 还是不去打搅得好 可这样不闻不问的 也不太好啊 杜氏道 也对 真娘想着 随后问杜氏道 大嫂 咱家里还有鸡子吗 有呢 最近家里几只鸡 生蛋生得厉害 还留了一些 杜氏道 家里这些事情 他最清楚 那这样 嫂子 你给我装一篮子鸡子 我送到狄宫门房就回来 真娘道 听得真娘这么一说 都是眼前一亮 嗯 这样好 随后就快去进了厨房 出来的时候 手里就提了一小篮子的鸡子 交给真娘 真娘接过那一篮子的鸡子 就匆匆出门了 心里是有一些挫败和无奈啊 为妻祖母这事 该尽的人力 她已经尽了 只是事情 仍然朝这方面发展 让人很有一种不利感 而真娘不晓得的是 如果按原来的发展 妻祖母当场并发 等到郎仲请来时 已无力回天 而今因着真娘之前提醒皇室 先把郎仲请来背着 因为抢救及时 妻老夫人这才没有 马上顾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狄宗礼府 冠伯 我妻祖母还好吧 真娘将那篮子鸡蛋 递给狄宗的门房老管 如今还昏迷着 不晓得是什么情况 咱们李末今年 真是多灾多难 这老天 这是怎么了 唉 那老管叹着气 冠伯 须知 疲疾太来 只要李末能过了这一关 真娘相信 定是会后福绵绵的 真娘 微笑着道 前世 爷爷常跟他说 一个人 一个家族的成长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须记得 顺时 千功谨慎 逆时 却要微笑 昂扬 这样 方是 处事之道 真姑娘 这话 对 我老管也相信 李末呀 定会后福绵绵的 那管伯也开怀些道 提了那男子鸡子 又冲 真娘道 真姑娘 怎么不进屋啊 不了 等其族模好些 我再来看她 真娘笑了笑 转身离开 那管伯 看着真娘的背影 这真姑娘 挺懂事 也会说话 不错 此时 真娘刚走到街口 一辆马车 却突然停在她身边 田本昌 跳下马车 冲着真娘道 真娘 你九叔公的事情 我听说了 节哀顺便 多谢 真娘淡淡地道 虚应着 她本不愿 跟田本昌打交道 不过 伸手不打笑脸人 此时 也不能完全不理 便虚应着些 然后 冲着田本昌 拱拱手 告辞 说着 绕过马车 就要离开 那田本昌 微皱着眉 这姑娘 真是 找不着下嘴的地儿 完全 是一副 生人物尽的样子 真娘 自不管田本昌的想法 她实在是觉得 田本昌此人 有些虚伪 别的不说 想那罗家败了以后 家业 几乎全被田家占了 其中有什么猫腻 不问可知 可田本昌 对着罗文谦 居然还能称兄道弟 更还壮丝大方地 让罗文谦 有困难找他 这种话 实是往别人伤口上 撒盐呢 想着 真娘正要离开 猛不丁 又听到不远 传来一阵叫声 田公子 等等 等等 好像是冯氏的声音 真娘 不由地回过头 果然是冯氏 一手 还扯着孙月娟 田公子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那冯氏 笑得一脸灿烂的道 我去城外的 文风寺 那田本昌 笑着回道 这一丝 对谁都是这样一副笑脸 有些皮笑肉不笑的 啊 正好 我和月娟 也要去文风 去为他爹 起个福呢 不知田公子 方便不 让我和月娟 搭个便车呗 那冯氏道 娘 这怎么行 不要太麻烦田公子了 孙月娟 在一边尴尬的 扯了扯冯氏 随后一脸 兴兴的 看着真娘 有什么不行的 这么远的路 搭个便车多好啊 冯氏没好气的 冲着孙月娟道 随后 又一脸笑的 冲着田本昌道 天公子 你说是吧 不错 没什么不方便 你们上车吧 我就坐在车头上 那田本昌应道 你瞧 田公子也这么说 我跟你说 田公子是好人 说到这儿 那冯氏口风一转 看了一眼真娘道 不像是有些的人家 如今可不正是 老天有眼吗 这叫自作孽 不可活 娘 你乱说什么 一边 孙月娟更难堪了 真娘冷眼地 看着冯氏的表演 随后道 冯婶 你后面这句话 我还给你自己 说完 转身离开了 她知道 自己再留着 孙月娟会更难堪 而冯氏打的主意 真娘虽不敢百分之百的保证 但大约猜出来了 这位 怕是看上田本昌了 想把孙月娟推给她 那田本昌 自小跟的严小姐 婚事不了了之 虽然得罪了严公公 但田家有钱 大把的钱 撒下去 梁公公 虽说不会再跟田家结亲 倒也没必要 太为难田家 谁会跟钱 过不去啊 有钱 能使鬼 推磨 这也是田家 敢一入行 就冲击 共磨的原因 金钱开道 不过 有许多事情 钱 并不是万能的 这末夜之事 资格和底蕴 也很重要 在真娘看来 这次贡末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成家的 而此时 冯氏的心思 在真娘看来 怕是没戏 田家 看不上孙家 而今 如果冯氏 非要打这主意 最后吃苦头的 是孙月娟 所以 真娘才说 把冯氏最后那句话 还给冯氏 只是 难为了孙月娟呢 真娘叹息 不过这等事情 却也不是 她能操心的 真娘回到家里 前后脚的 金花姑姑 和李进财就来了 真娘 我听说七审娘 也出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岳丈大人 急得不得了 让我们来看看 狄宗那边 我们不好贸然登门 所以来你们这边问问 一进门 那李进财看到 真娘 便大声地问道 真娘急得 差点跳脚 金花姑父 小声点 这事我爷爷不知道呢 他身子鼓不好 说完 抬眼看了看屋里 自家爷爷 就站在门边 眯着眼 也不知 听没听到 就说了 你怎么还能 收拾